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 关羽在书中被塑造成了一个一泊云天的人物形象 一个一字是他的全部核心精神 诸如千里护扫 千里走丹旗 华容道义是曹操的 都是对他这种义的性格的最佳诠释 但是其实除了义气之外 关羽还有一种鲜明的特征 那就是傲 他的傲是与生俱来的 不仅对吴虎女安肯嫁全子乎 不看乳帝之面 立展如首 在修多严的东吴使者诸葛锦奥 就连同辽黄忠也被其奚落为不过一老族儿 但是就是这么傲的人 却曾心甘情愿的下跪为人求情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张辽 说起张辽这个人大家应该都知道 其在三国演义中可以说是大大的有名 但是作为曹魏无子梁将之一的他 在早期却是一个郁郁不得知之人 他曾先后从属丁远董卓和吕布 但都不被他们所以忠 但即使如此 张辽依然刻尽职守 尽好自己的职责 不过是金字总会发光的 在吕布恩将仇报夺取徐州后 引来了曹操的攻打 由于吕布的刚愎自用和儿女情长 最终使得其被活捉 与其一起被活捉的还有张辽 而这也是两人命运的转折点 吕布被曹操活捉后 发挥了其三姓家奴的无耻嘴脸 不断地向曹操献媚求饶 无耻之由 但是刘备的一句话却打破了吕布生的希望 这句话就是功不见丁建阳 董卓之事乎 所以最终曹操将其一死于白门楼下 与吕布表现不同的是张辽的表现 其被俘后只说了一句 大丈夫死则死矣 何饶舍也大意凛然 誓死如归的精神 一下子便悦然指上 而就在此时 关羽竟然也放下了其平日里的骄傲 跪求曹操不杀张辽 并以身家性命做担保 曹操见世 素来以忠义著称的关羽求情 便招降了张辽 张辽的命运也因此发生改变 由于是关羽亲自为其求情 所以曹操对其也就格外的关注 其的才能也逐渐的发挥出来 在随曹操征讨四方的过程中 可以说是战功雷雷 他曾将昌西于东海 公园上于夜城 绿先锋在白狼山 斩杀乌环缠于塔顿 又讨平辽东柳翼 淮南梅城陈兰等 可以说其道之处 所向披靡 当然其最出名的一意 还是合肥之战 他率八百将士 冲击孙权的十万大军 打到了孙权的主帅旗下 令孙权闻风丧胆 吴军披靡溃败 后以七千之众 大破十万大军 差点活捉孙权 因此张辽为历代推崇 并成为古今六十四名将之一 陈寿也将其列入曹魏 吴子梁将之一 可以说张辽是三国时期 唯一一个让关羽心甘情愿 为之求情的人 而张辽也没有辜负 关二爷的求情 其追随曹操后 所创下的战绩以及帮助 并促成屯土山 关公约三十 可以看出其的确是一个关羽 值得放下身段去救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